YO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这个车主分享的影片啦 那今天这一期我要讲的是目前市场上 其中一个蛮好卖,也不是蛮好卖的 它是最好卖的这个非国产先辈小车 那就是 Honda Jazz 了 那今天我请来的这位车主啊 长得蛮帅的啦 Kent 哥 没有啦没有啦 大家好我是 Ken So Ken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买的是 Honda Jazz 那个 GK 时代 也就是现在还在卖着这款 Jazz 是不是? 对对对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故事啦 不过在这之前我觉得我先问一下你啦 如果你要买这台车 然后你也是大概解释一下 在这之前我 开了6年 Saturnio CPS 首排的汽车 诶 差别很大一下我 对啊对啊然后就 跟我老婆那年刚有 plan 要结婚 我们就需要一辆比较稍微 practical 的汽车 所以就开始在市场就去找啦 其实你是因为家庭的关系 就是因为你有要 set the dollar 和这个 所以才会从这个 Saturnio CPS 换去一辆 就是四门车 可以这样子说可以这样子说 对 然后那时候这么会是 就你那时候看的是什么车呢 你的 budget 大概是多少钱 OK 我那时候 budget 大概是 8万左右内 其实我当年我记得是有那个 Fiesta 的 EcoBoost Ford X 啦 对对对 1.0 的那个 然后就是 我们都很会跑笑啊 对然后它有那个 Swift Sport 是 SWIFT Sport 然后我是有去看过这两台车 然后刚好那时候 Swift Sport 是有 offer 的 因为那时候可能它有 old stock 卖不出来的什么 可是我去到的时候 他跟我说就是首排 其实我还想找回首排车 只是我想换去市门罢了 因为我老婆会开首排的车 你老婆会开 对对对 就我叫他开那时 他老婆不错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那时候是要买 要买 Swift Sport 的 然后要买首排的 对啊 有 LSD 嘛 有什么嘛 对嘛 小刚号啦 对对对 可是后来就是没有货了 OK 就剩下那个 CVT 的版本 我看到它 CVT 我就想到 Jazz也 CVT 可是那个价钱就相差了一个 差不多2万吧 2万到1万多了 我就想到哎呀就买Jazz 然后我想 然后我想想一下 那我反正也会去 我是一个会去做改装那样的人 玩车卡基啦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就是 所以就直接去找Jazz啦 对对对对 就直接找一辆Jazz来玩 那你的这个Jazz是 SOMOSPEC的 我这个是那个 罗车啊 最便宜的那个SPEC 哦 那个两个Airbag的那个 那个用铁 rim的啦 用铁 rim的 这个 这个其实是赛道旁门的 RSP 就是专门给这种车手用啦 一买了就直接去改装换任这些 啊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 自己为什么会选择 那一个Jazz 嗯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有个观念啦 我觉得就是车稍微 啊 也是个人喜好啦 车稍微比较小台一点点 然后啊 它的操控性还有灵活度 我觉得我个人啦 觉得会比较 就是你比较喜欢这种小车 对 其实就好像那时候我是很迷那个 Hushback 的 就是那个先背车对吗 对对对 而且 我想到我老婆平时开也 就是适合就是很很轻松 其实这辆车是意义的 就这种小先背是那种在市区开啊 是很好 对 很容易开的车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而且 因为我从小其实我有个习惯 就是我会去那个书局啊 就是那时候有 popular 大众书局啦 我从小我就会去那边 就是一直去买那个杂志那种改装 汽车资讯的杂志 Spec R Option Option Hong Kong 什么之类样子啦 OK 然后 当年我记得是1415年的时候啊 他们很多关于这一款GK5的 GK5 那时候刚好是它最Hot 的时候 对对对对 然后又是Honda 所以 对对对 就是他们很多 就是有说很多SARS 它的改装资讯啊 它的改装套件啊 食品 对对对 你看到了你会中毒啊 你会中毒 所以你就 就这样子入坑了 上车 对对上车 还有那个什么 还有那个 让我真正中毒的是那个Bless Motoring 哦 那个土屋贵士 对对 土屋贵士的 它有一骑是那个 GK5 跟那个SWIFT 就是PING的 你的SWIFT啦 对对 SWIFT Sport PING的 哇 那一集我一看了就是 那时候我心中就是这两台车 就是 一就是SWIFT SWIFT Sport 一就是GK5 这个Honda Jazz 对对对 然后就是 然后最后就选了这个Honda Jazz 对对对 所以Kent 你从这个SWIFT Sport PING的CPS 这样子跳过来 换这辆 换这辆JS 那你的这个感觉是怎样呢 感觉啊 就 其实很大的不一样啦 因为SWIFT Sport PING的原装你买回来 基本上你要拿去 跑一下Genting Semper 或者拿网那种 其实它原装车 只要你不要太去碰那个Limit的话 其实它是 你还 你不会有恐惧的感觉 可是如果讲GX 来说 如果是原装 我买回来那个Cosong 的Spec 啦 OK 哇 我连Max Highway 就是一个 稍微比较高速一点的Corner 我都会怕啦 可能不是那个车不稳 只是它的那个Body Roll很 对 也一方面可能那个轮胎方面也是不太好 啊 轮胎 对 轮胎 对 轮胎可能很快就到极限 然后那个车的Body Roll 它很 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 所以会稍微比较怕 所以我当天我拿到车 发现到有这样的问题 我当天我就去换掉一个 Rim 跟Daya 因为可能我自己开车 比较 我觉得你是比较 对啊 就是对这个Handling 比较讲究 对对对对 比较讲究一点 所以你直接就upgrade了 upgrade 15寸的开始 那时候是 我是 也是15寸 可是我只是把它变成去 7J 这样子 它本来好像是6.5 好像是5.5J 还是什么 对 变7J 就宽一点 然后Daya 宽一点 Daya 用什么Daya 那时候是用003 那个Brigston 果然是 跑Sakaki啊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是普通的接胎啦 可是它是比较好一点 比较咬地 对比较咬地 我看你换了这个轮胎过后 应该还有后续的咯 应该是 呃 我其实换了轮胎 跟Rim 过后啊 我发觉到它 我发觉到它抓地力其实有变好 可是哦 它侧倾啊 更加严重 我不懂为什么 就是好像是因为 底盘抓地力太稳了 然后那个 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轮胎的Spec 不一样了 可能原装的这个 Suspension的Setting 可能就比较不match到还是怎样 对 我其实我feel到那个车是 是很咬地的 是变得很咬地 可是说它的 它可能它Suspension 它那个AZOVER它 偏软还是什么 它整个就是好像支撑不到这样子 所以就 反而BODYRO 更加比较 然后不久 大概一两个月这样我就去换那个 iBug的那个Pro Kit的 对啊 那个Spring的 换了就下了这个 哦 那个就一下去就是 就OK啦 就完美解决这个BODYRO 对我来讲就是 已经有很靠近我以前Satria New CPF 的那个感觉啦 不过其实Honda Jazz 这辆车 它是 我是觉得这辆车 这辆小车它的底盘其实是很扎实的 因为我有拍过Jazz 然后 我是觉得它的这个Suspension 可能是因为原厂为了 限时考量 因为这辆车是一个大宗车 So 买菜车 所以它是 调到比较舒适的 所以我开着它的时候 我是觉得 过弯的时候的确是像你这样讲的 就是会软脚啦 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车 整个是很熟悉的 对对对 So 即使在中国很多人都讲 在中国 Jazz 叫飞路嘛 很多人讲 很多车评就讲 这个飞路啊 你一下低了过后 它就是超跑的 就是可以挑战很多超跑的 对啊 超刚好 那我觉得在这方面 就是你下低了过后 就完美一点 对 那从来这个你还有改动吗 过后就是 体一样啊 就走去 加那个 那个我们叫什么 防晴港 哦 那个吧 一定要的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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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我加的那个 Anti-Row Bar 后面的 哦 后面那些 是19mm的 就是加除啦 对对对 有提升到 呃 呃 就是 变硬哦 就整个车尾 我老婆 complain我那样子 就是那个车变到这样硬了 就是 然后你讲 Corner 的话 我是觉得还好 就是 就可能 也是差不多啦 没有说变得很 所以它没有加强 反正让你的车变到比较 硬去 比较不好加去 我个人是觉得 帮助 可能有加强一点点啦 可是我没有很 feel到 我真的feel到它就是变得很 车尾不要跳 不过 既然你讲这辆车射买给老婆 然后算是家用者 那你觉得它这辆 这辆Jazz GK 整体的这个表现 你觉得是怎样 整体 有没有满意的 有没有满足到你 其实我想讲就是 呃 它不但有 其实它不但有满足到我 它还有一点让我有惊喜 其实 因为其实我买Jazz之前啊 我是完全没有试驾过Jazz 我当天买我也没有试驾它 就是 就直接买完了 我只是去看一下它 然后开一下它后座这样子 就发现到 其实它的空间就非常的 我有吓到啦 就好像它外形 好像一辆My V 这样子 可是你一开里面 哇这么大到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 因为你挤四个成人在后面 我相信也是可以 就是 尤其是它这个后座空间 我是觉得 哇它那个椅子下面还是空的 对啊对啊 放很多东西 你还可以塞你的东西 进去里面 又可以折起来 我觉得你驾去一驾的话 应该很轻松不了 这个真的 这个我放脚车 要放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 都不是问题 都不是问题 所以就是 那一部分对我来讲是 是额外的惊喜啦 就是 那我老婆也很开心啦 就是 车变大了 不像以前Sutriano 这样 哇 放一个行李箱都 顶这边 都不行了 啊对 所以就是 不过 你是玩车车车车车车 所以我是觉得 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觉得Jazz的这个动力怎么样 因为其实Jazz 他这个动力表现 以很多人来讲 很多人来讲 算是蛮有利的 以这个V segment 来讲 那你觉得怎样呢 我对这个动力的要求 其实 嗯 其实我买这个车 我本来就 expect 它的动力 就没有对它的动力 aspect很高 然后再加上它其实是 CVT 我其实本来还没有买之前是很抗拒 CVT 虽然我没有试过 Jazz 可是其实我也试过 Honda City 对我刚刚我朋友有 Honda City 他就有给我尝试去驾过 他有改掉我对 CVT 的刻板印象 因为本来我对 CVT 是声音来 那个车是动力流失的那种感觉 对没有加速感 对那时候我记得我试开的是 City 是 V-SPEC 的 它有 Bandage Shift 的 我就试一下这样一样 就是它是反应有 它有那种换挡的感觉 对我也吓到一下 我吓到原来它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老牙的那种 那时候我家的时候我也是有 它会换牙 有一种稍微特备感 不是讲很有力 然后也是很吵 而且你保持在高转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怪怪的味道 出来 对会有的 就是我的那样会有的 他们说换 换更好的牙油 牙油啊什么之类的 都是没有改善的 你有换啊 我是有换啊 可是就是 改善不大 就是你一直保持在高转 可能你6K 6.5K 一直拉着去 你可能拉一个几分钟这样 你就会开始 你放油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嗅到一点味道 可能是从那个 它的那个冷气细风口啊 传出来 然后这个问题在哪里 这个问题是在你 因为你把它当跑车 对 对 对 那其实这个Jazz 对 我自己也想补充一下 因为我妹妹也是有一台Jazz V-Spec 然后我会开一下 我妹妹那个就好像是用16寸 rim 所以我就觉得它的车 其实过完那些还蛮OK的 以一辆日常车来讲啦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然后最大的 我觉得它最大的卖点就是 那个空间表现 真的是很够利用 因为我妹妹当初买这台车 因为她的工作需要 所以她需要载很多 比较大样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我就推荐她 去看Jazz Jazz这辆车 然后她看了 就觉得很满意 然后就买下来了 然后过后也给我 给我feedback讲 真的是很好用 就后面 后车厢 后车厢而已 其实都已经很够用了 然后你把那个椅子折起来 过后可以买更多东西 对 So Ken 来到这里我就想要问你 这一台车啊 在保养方面 这个费用是怎样的 大概是在400多左右 你这时候是400多 对 因为我那时候是这样的问题 就是 其实它是加了很多optional 才变到400多 对 因为那时候就是 图场她有问我 就是 你要不要加这些东西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为了车 就是为了车好 爱车 就加上去 就加上去 所以就每一次service 都大概是这个价钱 嗯 所以这边我是列出这个 Kent 的这个service list 就是其实它 那些optional的 大概都是百多块 百多块这样 所以加到来就是400多 所以如果你没有拿这些optional的话 其实平均啊 都是两三百左右这样 就是自己要就是 如果你觉得你的budget 没有就 你可以选择不要咯 就是最重要就是 就是该换的换来就好 对对 嗯 我到我service到30k 我就去外面做service了 因为 我自己本身可能 就可能屁股羊啦 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有自己想要的黑油跟牙油啦 哦 对对对 明白了解 所以你就是说三万公里 这样的时候其实你就是 拿去外面的service 我就拿去外面的service 就没有去care那种warranty的东西了 就是自己bear了啦 果然是完车的kaki 就是错的选择就对了 嗯 就是 不对啦 等下坏了什么 你就自己顶咯 是吧 不过那时候我没有想多啦 就是很单纯啦 嗯 这辆车其实so far 有给到你什么问题吗 讲到这一点 它 它其实是 大问题是没有的 就是可能小问题就是 不过有时候是驾驶者 也是要附上一些责任 可能就是我brake皮 会用的比较快 然后 我的 我的那个 后面是那个drum brake 对吗 它的那个 里面有一个bump 小小粒的 它我大概开到四万 三万多不到四万 它就 它就供了 它就坏了 里面就是那些 我就想 为什么我的牙油一直会压 压压压压压的 然后 我就发现很怪 我就去找朋友 他就帮我拆那个drum brake 出来 我的drum里面是震着有的 哦 OK 就因为这个东西的关系啦 就因为这个东西的关系 然后就是 可能耐用度方面 也是有时候我觉得是 可能是驾驶习惯的关系 对对对 因为 这位大哥 他开的是刚才说 6500 转 这样子一直转出去 然后 没有啦 不过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其他的一些问题 啊 还有一个就是 对了 就是那个 它那个引擎的那个护板 嗯 我 当然我的车是降低了一点 因为它原本Jazz的底盘就 偏低嘛 对嘛 然后它的护板哦 它又用那种 的那种 那种 那种 很容易就会磨到 我曾经也试过好几次 就是在那个 泰威走走下 整个护板掉下来 就掉一半不掉一半这样 然后你的护板就 你的车就 这样子哦 这个是因为你车有改低的关系吗 呃 我一开始是觉得 是我的 就是因为我改低的关系 可是后来我有朋友 他也是开跟我同样款 同样的 也是Pre-Facelift的GK 然后 他也是面对这样的问题 他的车是完全原装的 就是没有碰过那样的 也是有 就是打倒这个护板 他甚至整个护板掉下来 啊 这样可能这方面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设计的问题 还是它Quality 它给到那种 就是那个Clip 没有这样 品质没有那么好 OK OK 所以你这辆车买了多久啊 我这台车大概4年多 4年多 嗯 比数大概多少公里 比数大概在6万左右 啊 OK 这样其实也算是 我觉得这方面呢 这个Duration 是足够来要请你 为这辆车评分啊 油耗就 我本身是 不会太在意油耗 所以其实我坦白说 没有这样去算过 对啊 可是就是真的会 觉得跟我其他车比较起来的话 嗯 啊我比较不需要那么快到油单去 OK 啊 我觉得这方面我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我刚才有讲到 我妹妹是JES的车主 他给我的feedback 是这辆车 算是很省油 平均一缸油啦 大概都可以去到400-500公里 没有问题 JES 在这一方面呢 身为车主的他 他是国家他满意的啦 嗯 好接下来就是 空间啊 空间啊 空间是我最满意的 空间可以给个90分 嗯 因为就是像你刚才所说的 有那个 Magic 椅子 对啊 然后 后面 后面 其实 那个椅子里有折的话 后面他其实都可以放很多东西 对 其实我尝试过 放了我孩子的baby car seat 我孩子坐在我的 坐在那个baby car seat 然后还可以再多三个 三位 就是成人 你是讲你孩子坐在后面 坐在他的baby car seat 旁边还谨慎的那个位置 还可以塞多三个 三个 adult啦 不过是女生 哇 这样其实真是蛮厉害一下咯 对对对 可是不安全啦 对对 要防安全带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是很靠近的distance 所以我们就 一下子这样子 这方面我是觉得 哇 如果是有家庭的人 所以算是够用 很够用 如果你compare 其他的b segment 我觉得他算是蛮 蛮厉害的 蛮宽的 对对对对 动力方面 就也是50分 因为就是没有 因为本地的版本 就没有那个 地球梦的那一颗 L55B 对嘛 就非常失望 如果有那一颗的话 可能会多一个 20分 对 OK 就可能给他50分啦 因为 真的还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不过OK的 不过是够用的 通勤是 过同这样日常代步 对要热血一点的话 有时就会 这样子啦 那我觉得是CTT关系啦 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给你一个手牌 你就会 这个这个有啊 有可能 不过他没出手牌 所以没有办法 OK 那最后就是这个外形 外形 外形我是觉得 如果说还没改装 原装的话 是大概在 60分 然后改装后 可能有个70-80分 嗯哼 对因为他的 aftermarket part实在是 太多了 这方面这个 Honda Jazz 这款子其实 不要讲 这个动力部件啦 其实他的这个 外形的 这个改装的 这个kit都很多 对对对对 非常的多 所以就是看你的 口袋够够深了 因为我买了这个车 发现到 它很多东西都很贵 所以我都保持原装 外形啊 这方面真的是 Honda Jazz 这些 所谓的JDM Bars 对 因为它很多其实是被炒上来的 它的价钱 对因为很多马来同胞在玩 对对对 但是改到来真的是很漂亮一些 只是你的这个 要够后 对 所以说Ken 叫你评分了过 接下来我就要问 最后一个问题了 那就是给你再选多一次的话 你会选择这台车的 我坦白说 我找不到任何一个理由 去不选择它 因为这台车我觉得 就是你要 给女朋友驾 可以给老婆驾 就是给你父母驾 去巴萨买菜也可以 它就是一辆很轻松的车 而且 你还能够拿来玩一些性能的东西 拿来玩一些 cosmetic 的东西 改装啊 改装的东西 就是 好玩 然后又好开 又容易痒 又容易痒 又没有压力 就是修理也不会想很贵 这样子 而且最重点是它没有什么会坏 所以 这方面我是觉得 这一点你讲的很对 对对 所以就是 所以还是会再买啦 会 OK 很好 那今天这个影片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啦 我们也要谢谢我们的 Ken 愿意 上镜头 接受我们的这个访问 那大家对这个Jazz 有什么意见 看法 又或者是你是车主的话 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 你的故事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 订阅我们的频道 OK OK 是时候say bye bye了 那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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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